这个门槛就是这三次要追踪一次抽血 第四个门槛就是也要抽血 那这两次的抽血是用到我们卷宝的钱 所以是卷宝的耗用 会让我们的点值稍微低一点点 但是有的本来就是在追踪 本来就应该追踪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吃亏那么多了 那所以申报费用的话 7501C02C03C的话 如果你是跟这个品材你都可以请这个钱 你陈建第一次、陈建第二次、慢性病第一次 连续首先都可以报这三个号码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特定证项项目写EM 那如果你是单独挂一个MSPT的话 你一定要用09专案 然后申请这个钱 那这个的话 像我这个老人 大家都骗我比较少人 我二月份上传的时候 就整个被打下来 因为他二月份开始归掉一个EM 什么是EM我也不懂 那我就申请把耀声讲过来 就把我用好 那我就全部再重新转打 再重新上传一次 那这个就没办法的事 五月份 我再跟大家讲个绝窍 五月份我上传 又全部拿回来 有两个收案的又不对了 为什么不对 因为那两个收案是加一计划的 我有打一个加一计划 我有打一个P7507收案 如果你P7507不能跟加一同时 要把加一 他的加一那边一图删掉 然后我就不忙了 那以后我就知道了 那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说 这就是电脑 我们这些老人家可能电脑没有 但是至少我不会的跟大家讲 那这个是屏东张正众医师整理的 他就是今年多一个 谈话显示处前阳就可以收案 那本来十二周变成十周 那这样就是有进步 那这个MSPT 挂这个MSPT都可以 那有一些机油奖励金 比较合理 那实际的卫教今天第三个部分 刚才就是收案的部分 我再review一次 你只要病人合乎五项的三样 只要他是前期糖尿病 只要合乎一下 你就可以收案 你诊所的医师 你只要加一科 内科或是你有做糖尿病示范计划 或是你有做呈见 你就有资格 没有资格 刚才有一个网站 上去四个小时 他就给你一个证书 你就可以做了 那做了以后 第一阶段就收900块 接下来就200 200 200 最后就500块 但是我要认真做 那怎么做 就是现在我要讲的 这个表格还是比较不多 那这里都是我自己写的 那因为我写的都比较老 我护理师就重新疼了一次 那所以整个流程大概就是 病人要20岁到64岁 那你五样合乎三样 现在多一个糖尿病 合乎的话 确认三个月内的检查 只要五样合乎三样 三个月内的检查 别的地方的层见 你诊所的层见 在大医院里 云端看得到的 把他拍照 或是他的公司见钱 通通都可以 那就可以评估收案 追踪管理 年度评估 那这三个就是2000块 那我觉得好像 这个流程图也是很简单 没什么困难 那只要请钱的人 今天听到这里就可以了 但是要做得好的人 我觉得重点就是 我现在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收案了以后 医师护理事要努力 真正的是做功德 让他不会 因为代谢症候群 会六倍的糖尿病 四倍的高血压 三倍的高血脂 两倍的心脏跟中风 我们要把这个降低 所以我们真的要认证做 这个是做功德 那我在诊所的话 说真的 最后一个门槛 就是我们的品质 好不好 这个黄制计划 我们可以做六十分几套钱 也可以做一百分 那你是要只有七 你要买这个钱呢 还是亲安你了你的这个钱呢 还是你很自豪说 我做得更好 比国建署希望我们做得更好 我想这个就是最后一个门槛 那再给他添资地资 你做到好不好而已 看他没人知道 那加一计划 一年一个人最多八百块 那很多人成绩不好 大概只有五百块六百块 只是看两块而已 那他这个计划 竟然可以给你到两千块 对不起 那这个两千块的话 像加一计划的话 他就分两个部分 一个250 下一张好了 不好意思 我们来请 对 有人跳出去 那下一张就是在公 我们可以领多少钱 谭纳病四半计划是可以领最多钱的 大概可以领说将近两千八 然后他如果又有做DKD的话 又会更多一点 最多三千四 那我们这个东西 就奖励不算就两千了 奖励再算搞不好会更多 如果你想说你要领到一万块 要收两百块 要不要 一个人就够 够贵 那说真的 这个钱 刚开始是很难赚 前年的九月 总和称党力协商 我们要这个钱 要3.08亿 那个时候是我去要的 结果 健保会他就规定 上限一个人最多 total你8百 我們千辛萬苦 弄了半天 現在才有這個兩千塊 所以剛開始眷保會 真正他就說 一個人想這個 大家就給你八百的照護費啊 那八百塊沒有人要做啦 我們跟他講的很多很多 所以有時候很多人都在罵全聯會不做事 全聯會真的做了很多事啦 那當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我們 代謝症候群加一 又TKD 大概可以三千次 那這個可以領到多少錢 那其實代謝症候群也領得不少錢了 我覺得我已經很知足了 那這個病人一抽血 我就很高興啦 他三三高二十高嘛 高密度低嘛 血糖高 三個就合乎條件啊 不管他 HVYC有沒有合乎條件啊 那我們有的病人他血糖1.2喔 HVYC5.5喔 你不能收喔 HVYC要5.7才可以收喔 那這個 這樣子來 我就很高興 我們就可以收換 就多一個人 那我不是說我要加太多 要加太多錢啦 是國健署一直逼著我要多收一點病人啦 啊不收的話就對你們抱歉啦 那所以第一個 我們就是腰尾啊 怎麼未叫腰尾 腰尾尾太多了 腹部肥胖 內臟指紋太多嘛 那腰尾我們真的比VMI還重要 但是腰尾很難叫它瘦啦 所以我們也可以叫VMI下降 做代替 那腰尾的話當然 我們都知道中廣的身材 腰尾內臟指紋太多容易中風 容易心血管疾病 所以我們都希望男生的腰尾不要超過90 女生不要超過80 但是很困難 那你要他少吃啦 多運動啦 就是比較抽象 那我們有很多看板在跟平人講 腰尾很重要 別人聽不下去 那最重要的是黃瑞仁教授 他有一條皮帶養生法 他就一個皮帶在90公里腰尾打個洞 你超過90 你大家都不要嚇唬 嚇唬到90一哈 你如果第一90 你就可以比較輕鬆 那這個就很有名 那很多地方都在講他這個理論 那所以我覺得就跟病人講 你腰尾就是女生80 男生90 那腰尾如果不容易的話 我們就希望他VMI下降 VMI下降 漸漸的腰尾也會下降 所以這個是我們純粹的胃角看盤 就跟他講什麼叫VMI 那我們國家規定不要超過24 大家大概不知道 亞洲的標準竟然是23 那所以他如果太胖了 我們就希望他瘦一點 那我還永遠記得民國78年 我在台北馬街有一個院隊群主任 他本來很胖 後來很瘦 打個護理師都圍著他 他都很得意 都不用花錢 吃飯前喝三大杯擺開水 飯吃不下就瘦了 所以我都是這樣子勸告我的病人 那國健署當然他是有很多的理念 那我另外第二個我就跟病人講 你如果太胖 三餐吃飯前量體重 少0.1公斤就是100分 那就繼續努力 如果體重前咖哩等等 少吃一點 這樣子他就不會胖得太離譜了 那國健署說他有四大絕招 第一是 早上起床10分鐘量血壓量腰量體重 平常比較胖 你帶來很小的時間就減吃 健康的飲食 盡量不要做就要多運動 那不要抽菸 不要熬夜 不要喝酒 這個是國健署的絕招 那所以我們還是希望有營養師 沒有營養師就護理師 衛教說他怎麼吃得健康 那這個很重要 那我們診所的護理師VMI就18 他就很有說服力 那接下來講到血糖 血糖的話就是我剛才認為很重要的 那我們都會用衛教的看板交病人 100到125就是前期糖尿病 那我們這個看板的話 我們都會跟他講 5.7到6.4就是前期糖尿病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 兩次帶125 兩次帶6.4各一 就是確診的糖尿病 那這個就可以跟病人分析 那HVA1C 這個是很久以前我們的衛教探章 那但是病人都會問 什麼叫糖化血色素 我說你有沒有吸收嗎 這都說得很清楚 就你有些東西可以叫病人拍照 幹嘛的話 那前期糖尿病到底要不要吃藥 國健署都不喜歡我們吃藥 可是如果一個胖子很胖 他血糖124 糖化血色素6.4 吃個梅蜂蜜也可以 所以如果是胖子 他如果數據不好 快要糖尿病是可以吃藥 那這個有個典故 103年629號內科醫學會有說 前期糖尿病要不要吃藥 那一次我主導了 我覺得胖子 而且他124了 他6點4了就可以吃藥 但是就保守不出錢 所以他104年 又行為去新陳代謝科醫學會 前期他們要不要吃藥 現在醫學會敢回覆說 多運動 改變生活型態不用吃藥 但是美國最新的報告 如果你接近糖尿病還是要吃藥 我覺得吃藥不太吃虧 所以我們還是跟病人講飲食很重要 那我們診所大概只能為教地中海飲食 我都說你就多像義大利人 在地中海旁邊吃很多蔬菜 加好的橄欖油 橄欖油多吃虧 你蛋水荷就減吃虧 你魚肉多吃虧 蛋水荷就減吃虧 因為我們都希望蛋白質的攝取是20% 脂肪40% 蛋水荷40% 但是蛋白質很貴的老人家 牙齒不好 我們平均才吃到12% 蛋白人都很怕油的 吃到25% 所以我們台灣人的蛋水化物 吸收的蠻多的 那這樣就容易糖尿病 所以這個一定要少一點 這個多一點 那當然你TG高 你這個就不能多吃 所以地中海行品學 丟海行飲食 我覺得還是很重要 那為了今天 我又做了多一張看 就把它寫得比較清楚一點 那這個蛋水荷荷就包括糖 跟這個糖 那這個添加的糖一定要小於10% 這裡要減吃虧 那高學要我們有德蘇飲食 所以德蘇飲食對糖尿病有一些好處 所以高血二的病人又血糖高 我們會給他味叫德蘇飲食 德蘇飲食你有一個看板 就叫病人拍照回去看 那你上網查都查得到 那所以我們大概糖尿病 我們會跟他講這些道理 那叫他要小心 那至少這個是後期 前期糖尿病不會講到這些 那糖尿病我們也會跟他講到低血糖 高血糖 這個看板叫他拍照 那其實到最後我們都是有很多 那個小紀錄本 這個Propyl藥商都會給你 那所以只要糖尿病的病人 我們就送他一本這個 什麼叫低血糖 有什麼症狀 什麼高血糖 他都會小心 那也可以叫他做紀錄 前期糖尿病也可以做紀錄 那做紀錄他就有警戒心 那也可以請他第二次第三 就是追蹤那三次來沖個血 那這個是後期的味教 那為什麼要這一張呢 曾經鋒他們糖尿病都希望6.5以下 不要7 那是年紀大當然要高一點 那這個剛才也講過了 那我們都會跟病人講 這個就是棍子 你糖尿病到我你就脆了 你就洗了 你比較容易中風 你比較容易心肌梗塞 你有什麼腳要顧著 所以糖尿病真的是很麻煩 盡量不要糖尿病 那有的水果 因為我們那個 他那個生糖指數不太一樣 病人在說哪些水果可以吃 診所要有些資料 哪些水果的生糖基數比較低 就可以吃 那這個是糖尿病的藥物 那我們診所用的最多的 就糖尿病病的人 我們就是會跟他講 你現在是這個階段還是這個階段 你要先吃美鳳命 那剛開始不行 少把油量過三個月 你就可以吃最好的DTP4 還是SGLT2 那診所有這些味教單章就很方便 那接下來血壓 那血壓我們診所是一個老診所 我們還有講到1958年的標準 那這個都太舊了 那我們最新的標準就是 Home BP 在家裡的血壓比較準 那我們希望13080 高風險的人12080 那代謝證是13085 那屏東縣醫師公會很認證 他說以前是14090 現在變13080 那價錢是不是要給我 那價錢裡面要省 公會的幹部很可能就是要算 那我們就找到資料 王中道台大的組織醫師有寫一篇paper 他說14090變成13080 我們吃高學要人多了14% 所以我就叫前年會算高學要人要錢 一年多少錢 那價14%就是眷保署 明年要多給我的錢 因為他的標準下降 按得給重點醫療的耗用 那這個是工會幹部的事情 那這個是我15年前在自由時報寫的 就是量血要做紀錄給醫生看這個最重要 不嚴重要先非藥物治療 這個小單張我們就印了很多張 非藥物治療 體重減輕10公斤下降10到20 那我就沒有寫10 因為寫不下去 那讓病人比較有成就感 少5公斤可能下降10 你知道他一定要減重 吃點熱下降8 多運動下降9 喝酒的人戒酒下降4 失眠改善下降6 不知為酒下降5 這個都做得到的話 我們就不見得要吃降學要的藥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 體重減輕 吃點熱多運動 那改善失眠 改變生活型態 這個跟代謝症狀也差不多 所以這些單子可以給病人 那我診所就是印了一大堆這種單子給病人 那你一個東西給他 他會覺得你關心他 他會覺得很好 那我們都希望病人做紀錄 給我看 我們才知道說要怎麼調整他的藥 那這個也是棍子 你胳肺也沒有治療 你會中風 你把肌胃病變胸臓病 癌症癌症 那這個都要跟病人講 加他血壓控制好 那為什麼我這個看板 後面又加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做的病人做天氣 我發現我脖子沒有痠痛血壓 就不高無法 無形中都會傷害到腎臟 所以我們都會跟他講 高血壓是沒有症狀 沉默的殺手 沉默的殺手 他不會不舒服 但是你的腦部腎臟心臟都會受傷 一定要跟病人講清楚 那病人現在也很進步 他不做紀錄 他用手機做紀錄 還有平均值 平安和靜寶 這個都很好 那這些紀錄單 這些有很多表格 你跟藥上藥 他都會給你很多 就可以給病人 病人就覺得你很關心他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很好 那甚至每一個醫師來幹山演講 107年 楊癡超來幹山演講 他就希望血壓130% 那個時候就不是14090% 甚至他覺得年紀大的人75歲就120% 那106年的時候 張醫師來演講的時候 他就有提倡說 我們at home BP home BP比較準 office緊張不準 甚至他會講到AOBP 這個都可以跟病人衛教 那血壓這個的話 這是後期的 吃藥再來講 那糖尿病我們都說ABC來控制 控制了好不好用ABC 那A H B Y C做夠控制 C L D L都做夠控制 血壓的話怎麼樣控制 我想國健署 健保署都不知道 大家血壓幫別人控制的怎麼樣 那我都會問他怎麼樣控制 那我的診所 我覺得控制最好的是像我的診所 我們賣血壓機賣得很好 我們那個時候107年就賣了129台 現在我大概賣了500多台血壓機 那本來要看你就要買血壓機 歐姆龍的一台才1400 我買六台他送我一台 我還可以賺一台 那病人買血壓機他就很認真了 所以我覺得一個診所賣很多血壓機 就是很認真在做降血壓 督導病人把血壓控制好的診所 那TG的話就比較更簡單 這個TG我們就一張衛教團長給他 那這個TG這很多人看過會流啦 會有管啦 那這個TG容易狹心症 腦中風脂肪肝 靜脈醫化 胰臟花也容易 所以這個都要很小心 那飲食控制怎麼樣 你一張單子給他 他就會覺得很窩心 那當然是瘦一點 多運動也是很重要 那這個飲食的控制 油吃少一點也是很重要 那我們這組就很喜歡 因為一堆衛教團長給病人 那當然如果他超過500 我們就可以馬上開藥 那如果他大於200 那HDO小於 剛好等於40也不能開 要小於40 那我比較不服氣的是 女生的標準是50 為什麼女生40也不能開 一定要39 這個我們可以再努力 所以女生的標準 不應該這個樣子 那33概要指也是很重要 那我們抽選的話 就是第一年第二年 我們抽選的是要追蹤 那HDL 我們診所的衛照單章 這個是肝腺醫療寫給大家的 那個是我寫的 有好的膽固醇 壞的膽固醇 那HDL就是好的膽固醇 那我覺得診所 你們跟藥商藥這個對好 我都告訴他們 這就是你的肺筋 低密度 那三根膽固醇就是這樣啊 那塞住了就心肌梗塞啊 就中風啊 拿得起就放支架啊 來不及的話 可能就猝死啊 那中風的話很麻煩啊 那他看了這個標誌 他就知道了 所以我覺得有道具是很好 所以我在診所 都是用道具 跟平人警示 那你這些道具的話 你給我檢測 他聽得懂 大部分的朋友都聽得懂 這個很具體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道具的話 真的是很重要 那林宗憲醫師 那個時候來幹山演講的時候 他有講說 我們LDL降一半以上 剛才那些血管的斑塊就會溶解 我們這個叫血管的斑塊 你HDL降低一半以上 他就會溶解掉 要降低一半以上 所以 我們就用這個鼓勵病人 你這一點要引擎 你要弄一半以上 他就會溶解 然後 那另外的話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吃Stardine 讓他在肝臟的合成少一點 他就下降 另外的話 其實他那也可以讓 他不會 他就在小腸 他就不會吸收 就排泄出去 那兩個加在一起效果會更好 當然是比較貴 這個 就是要合無條件才可以開 那低密度 有的人說要低於30 那 洪衛鋒大概上個禮拜 我剛好看電視節目 他說要低於70 有沒有要猜猜看 我最後一次的LDL是多少 來 黃仲憲 我沒有可能LDL多少 我不拿 不知道 二十八 那我就吃藥 我就想越低越好 那 越低越好的話 陳順順叫我講 我腦袋比較靈活 可以幫大家再賣命 多做一點事 多要一點錢 那 另外的話 那一次還有那個 馬西平 他就說他這樣不好 那後來也痛改前非 那 所以 但是我們的標準 真的是太高了 一個人 他如果五十四歲的女生 他沒有高血壓 沒有這個高血壓 他一百九不能開藥 還要下一次一百九才能夠開藥兩次 那如果這一次一百九 下一次一百八十八也不能開藥 所以都很麻煩 那這個是到底我們要提高高密度膽固醇重要 還是降低低密度膽固醇重要 這個可能要問您釋養醫師 那 黃達夫教授 就因為說膽固醇不能吃蛋黃 他覺得可以 他覺得你快樂膽固醇就會下降 但是我想也不要吃太多 那這個就是我們最常用的 你沒有半個高血因子 你就算兩次 那你一個高血因子要一百六 低密度兩次 或是中途兩百次 兩個高血因子就比較寬鬆 糖尿病就可以不用兩次一次 Total Cholesterol一百六 那LDL一百一次就可以馬上開藥 所以糖尿病真的是比較危險 那所以我們衛教的時候 我們都有病人衛教單張 那什麼叫高密度膽固醇太低怎麼辦 這個是高密度膽固醇 我們診所衛教單張 這是別人醫師的演講 我就把它加進來 再加一些東西來用 糖固醇高密度太低怎麼樣 要減重 要增加體能活動 要增加不飽和脂肪酸 多添果酪梨 拿好的橄欖油 要戒菸 量好的睡眠 要快樂一點 那為了今天我知道 再重新寫一張說 LDL太低怎麼辦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衛教單張 那這個我都印很多張給病人 那他至少就知道 HDL太低怎麼辦 那其實我們是比較希望說 LDL越低越好 那另外的話 如果有些人他很有心 我們會送他一本書 就是整整一本書送給他 那這個是國劍署很久以前印的 代謝症候群 有下攻什麼是健康的殺手 肥胖高血壓 糖尿病高血脂 那高血脂又分TG跟HDL 這個就是代謝症候群 那這本書 我們有的送病人有時候借給他 那這個就是代謝症候群的 國劍署裡面有很多資料 那我是覺得說理論上來講 也可以簡單的衛教看盤 讓病人可以拍照拿回去 那我很佩服我們黃之中局長 我們黃之中局長覺得高雄人的壽命 比台北少了三歲半 所以他就提倡說 我們健康餘命要生計畫 這是說 憑什麼我們比台北市民要少活三歲半 所以他有很多計畫 就是希望大家來做的 這些計畫 我覺得很多跟代謝症候群都一樣 我們代謝症候群做得好 就可以幫黃之中局長很多忙 因為黃之中局長說 今天高雄集衛生局錢也不多 你沒有很多錢 你要讓他生命多三歲半 是很困難的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大家做一做是好 那獎勵 這個獎勵不是我今天的重點 我覺得很困難的